當然是 如果法律是要被一些有份參加訴訟 或者因為一些不可抗力而被帶去法庭 或者是尋求施策制作的人 很容易去了解法律是甚麼才是好的法律 否則好像天書那樣就一定不是好的法律 現在有個問題 我們先不要講英文的法律 本身也寫得很差 問題就是我自己去打官司機後看法律 如果看中文 我英文不是特別好 但是看中文更加是一九九 實際上 毓文在拉布時也表演過 他對於法律翻譯的屋竹法 這些是否不可以做呢 現在特區政府的律政署和律政司 從來沒有說不可以做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系統這樣做 即是說任達王毓文在那裏罵他 他就看不到 這個是非常之可恥 我覺得有份改過 可恥 非常之可恥 我覺得中國人的社會 大部份的語重人都是以中文為無語 如果政府和律政司律政署 他們的議員不處理問題是完全應該的 而立法會議員不處理問題 也應該的 所以我與毓文一定會盡力認為 也希望全會盡力而為 第二個 我就另一個 中文為法位研究會 我有一個非常之深厚的期望 就是要將司法機關的黑洞打破 왜냐하면大家要明白 玉敏卿就給了道路成斥責和訪問 當然據上訴 他可能是報應 他也很大的報應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讓他有報應 所以由裁判法院 一級級十級以上 去到終審法院 這些法官的操守 他們的能力 能否與時並進 如何考核 是有沒有人看著的呢 有看的時候 如果他說在制度上有看的 如何令我們看到他的考核和監察呢 老實說 在現在的制度上是沒有的 你說這不是很奇怪的形象 雖然我們說三權分立 其他人不要理他 但是市民為什麼不理他呢 所以其實我意見非常簡單 全會的第四權 全會應該可以監察 而且這個司法部的運作 以至他們裏面怎樣做事 怎樣考核 掌情 全部應該是公開的 最少給全會 由全會的監察 如果你說立法會的監察 如果你說立法會的監察 就說這個 妨礙施法的獨立 是吧 對 政治化 為什麼公民社會和傳媒 是不可以的呢 其實傳媒都很怕法庭 好嗎 我講了 法官 是壞人 沒有什麼人敢說 因為杜浩誠 是爆大難的 其實傳媒都在現代的社會裏面 不明白所謂藐視法庭 這個概念 其實日新越新 越來越新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最大的最深刻期望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和毓民都是苦於此 當那個法官是 無論他好像我形容的那裡 造成是刺激低下兼異見偏頗 而出現弊漏 或者是一些法官 沒有受過現代的訓練 去處理案件的時候 沒有引入最新的人權的概念 我們都是吃虧的 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 我們法學會應該是 最少做到這兩方面的工作 我們會很簡單地說 我們冒死去監察這個司法機關的事情 為什麼冒死呢 因為在這裏 最少有兩位是會落幕的 毓民和我是會落幕的 沒有辦法了 雖然現在我知道這樣說 是很難聽的說話 馬上聽到都可能很生氣 但是沒有意思 馬上 我一定要講出 香港很多小市民的心聲 很多傳媒的心聲 很多法律界的人的心聲